大家好,我老肉 今天来说猫头鹰 那么猫头鹰这鸟很特别 大家都知道它们 好像对它们很熟悉 可是生活当中你又见不着 反倒是在各种童话故事 影视作品里面经常见到 所以它们属于是一种 最熟悉的陌生鸟 而且来说 你要说自己认识猫头鹰 我看到也未必 因为猫头鹰这个家族比较大 世界上有200多种猫头鹰 长得也是千奇百怪的 好多家伙跟你印象里的猫头鹰 可能会很不一样 行为也都非常奇特 另外猫头鹰从捕猎来说 它们属于猛禽 但是所有猛禽当中 就只有它们是夜行性的 所以才管它们叫夜猫子 别的猛禽都是白天捕猎 就它们喜欢月黑风高下手 特别灵灵 可以说猫头鹰的生存之道 那已经完全不像是鸟类了 它们更像什么呢 更像是会飞的猫 因为大家都知道猫科动物 好多是晚上出来捕猎 比如咱之前说过的黑足猫 还有杀猫爆猫 这都是晚上捕猎的高手 而且它们也主要都是 对各种各样的老鼠 这点猫头鹰和各种猫就特别像 所以这么一说 你看猫头鹰这名字 起得就很传神 是吧 本来说的是它们长得像猫 一张大圆脸 俩眼朝前看 有些头上还有俩猫耳朵 像是鹰的身上长了个猫头一样 所以叫猫头鹰 本来是这么来的 结果你看还巧了 它们就连捕猎习惯和猎物 也跟猫一样 还真有点会飞的猫那意思 就感觉很完美 而且来说还有一个 就是猫头鹰这个鹰子 因为从鸟类的演化关系来说 猫头鹰属于消形木 跟消形木关系最近的 还真就是鹰形木 而且猫头鹰跟鹰之间 它们可能从几千万年之前 就开始纠缠了 一直都不怎么对付 直到现在也经常发生冲突 打得死去活来的 所以它们俩到底有什么样的纠葛呢 看完这一期你就明白了 那么说消形木 大概包括200多种猫头鹰 分在两颗里面 一个叫吃消克 一个叫草消克 其中绝大多数猫头鹰 是吃消克的 草消克只有20种左右 然后说这两颗猫头鹰的长相 差别非常大 吃消克那些感觉更常规一点 大眼睛圆脸盘 有些头上有耳朵 它们更符合咱们对猫头鹰的一般印象 然后草消克那些呢 就不一样了 你一眼就能认出来 因为它们那张脸特别有识别度 是张完美的新型脸 有人说像戴了个面具一样 有人说像一张猴子脸 都很形象 不过还有个形容 我感觉最串绳 说它们像个切了一半的苹果 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确实有点神色是吧 所以这种脸型的 就是草消克的猫头鹰 特别好区分 然后说各种猫头鹰的体型 差别也非常非常大 比如世界上最小的猫头鹰 在美洲墨西哥那边 叫基小 它们身长只能长到13厘米 体重30个左右 也就是一只麻雀那么大 特别不起 另外像是咱亚洲这边的 修流 体长大约15到17厘米左右 差不多也就一个巴掌大 这也是非常小的猫头鹰 然后大了说呢 世界上最大的猫头鹰 叫雕硝 而且它也是分布最广的 猫头鹰之一 亚欧大陆上基本上哪都有 这些家伙体长可以达到 75厘米 一展接近1米9 体重最大的超过4公斤 就属于是特别大型的梦青了 然后跟雕硝并列差不多大呢 还有种毛腿鱼硝 生活在东北亚地区 从它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 没错 这些家伙不是逮老鼠的 是吃鱼的 从水里抓鱼吃 作为猫头鹰来说 就很另类 只有它和东南亚南亚的 少数几种猫头鹰会这么敢 喜欢生活在水边上 它们都叫什么什么鱼硝 所以这就好像咱之前说过的 猫壳里面的鱼猫一样 猫头鹰家族里面 也有专门捕鱼的猫头鹰 另外北半球寒冷地区 还有种猫头鹰非常特别 叫乌林硝 识别度也很高 它们那张脸 长得特别特别圆 然后还有一圈一圈的 同心圆的纹路 看着就跟树的年轮一样 感觉非常诡异 那么说乌林硝要论长度 其实比猫嚣还长 它才是身长第一的猫头鹰 不过要论体重 它还不到猫嚣的一半 就很意外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它大部分身体 其实都是羽毛 特别特别厚的羽毛 保暖预寒用的 所以才显得很大 它是这么回事 当然要说大家最熟悉的猫头鹰 那一定得说雪宵 是吧 哈利波特里的海德威 就是一只雪宵 人气非常高 而且现实当中的雪宵 也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 说来话长 这期就不展开说了 回头单独来一起 那么接下来 咱先来了解一下 猫头鹰们都有哪些超能力 说绝大多数猫头鹰是夜行星的 晚上出来不猎 所以加技能点的时候 它们主要强化了视觉和听觉 首先来说视觉 说猫头鹰的两只眼 完全长在正面 是朝前看的 不像其他鸟类那样长在两侧 所以它们的双目视野 是所有鸟类当中最大的 有利于判断距离 然后猫头鹰这两只眼 从外表来看 就已经是肉眼可见的大了 但你要看它们头骨 就会发现它比你想的还要大 感觉有一半脑袋 都是用来装眼球的 就这么离谱 然后眼球大了 瞳孔也就大了 进光量就更大 而且它还装备了巨大的视网膜 还有更多视感细胞 所以猫头鹰夜视能力 能有人类的35到100倍 晚上特别好用 不过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猫头鹰这两眼 你要说是眼球已经不准确了 因为它不是球状 是管状 有点偏圆柱形 那么这个变化 也是为了提高夜视能力 好多夜行性的动物都有这个变化 你比如之前说过的童眼鱼 常年生活在深海里面 光线非常微弱 它的眼就变成了筒状 改善弱光环境的视力 然后再比如说眼镜猴 眼镜猴的眼球也有拉长的趋势 已经不是球状了 那么这眼球拉长了 就有个问题 就是它嵌在眼窝里 它就不能转了 被卡住了 所以猫头鹰就算想稍微偏转一下视线 那也得转头才行 然后为了方便的看到后面 它甚至能直接把头拧到后边去 就跟眼镜猴一样 而且来说猫头鹰比眼镜猴还厉害 它单边能转135度 总共270度 差一点就360度全覆盖了 跟旋转的监控摄像机似的 非常厉害 那么猫头鹰为什么脖子这么灵活 是因为它颈椎多 虽然你看着它锁这个脑袋 就跟没脖子一样 是吧 其实它竟然有14块颈椎 什么概念呢 说鸵鸟那么长的脖子 也不过18块颈椎 猫头鹰看着没脖子 还搞了14块 你说它能不灵活吗 所以才能转那么大角度 当然除了颈椎之外 它还得有个变化 就是血管 不然一拧脖子 血管闭住了 那也不行 所以说猫头鹰的颈动脉 它比较松弛 有余量 不管颈椎怎么拧 也不会给它压扁了 这个也很重要 那么虽然大多数猫头鹰 都强化了夜视能力 但是在捕猎的时候 有时候光视力好 它还不够 你比如刚才提到的乌林霄 它们生活的环境 总是冰天雪地的 每年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有雪 老鼠们一般都在雪下面活动 这你视力再好也没用 是吧 毕竟你是夜视 也不是透视 所以对乌林霄来说 视力就不是最重要的 然后猫头鹰不猎 其实还有个纠结 就是月光比较亮的晚上 更容易发现猎物 但是也更容易被猎物发现 飞过去的时候 会被看到轮廓 所以好多猫头鹰 反而更喜欢 没什么月光 漆黑一片的晚上 隐蔽性更好 那么对这些猫头鹰来说 包括刚才的乌林霄 它们主要就不是靠视觉了 而是靠听觉 而且它们耳朵发生的眼花 甚至比眼睛还要夸张 再接着往下说 之前有动物学家 做过这么一个实验 特别有意思 实验的对象是苍销 来自于草销科 苹果脸那一科的 然后实验的场所 是一间完全漆黑一片的房间 一点光都没有 里面放了苍销和老鼠 不过这房间的地面 被改造过 铺了销音垫 也就是说老鼠走来走去 是没有声音的 结果发现 苍销根本就发现不了老鼠 然后接下来呢 研究人员在老鼠身上绑了一张纸 拖在老鼠身后20厘米的地方 一走路就会沙沙响 果然这次 苍销就会反应了 它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扑上去 不过呢 都是扑在了那张纸上 也就是说它看不见也没关系 完全靠声音也能定位猎物 就这么厉害 所以猫头鹰听声变味 为什么这么准呢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们那张大脸盘子 那张大脸就像个雷达一样 可以聚拢更多声波 让猫头鹰听得更清楚 这个大家都知道 然后另外还有个原因呢 可能好多人就不知道了 说其实猫头鹰的耳朵 长得非常怪异 当然有些猫头鹰头上像耳朵那俩 其实并不是它们的耳朵 只不过是两处羽毛 为了好看或者表达情绪用的 跟听觉没有半毛钱关系 它们真正的耳朵呢 藏在眼睛后面 只有耳朵没有耳朵 因为耳朵是哺乳动物的高级配置 这个听小谷那期说过 那么虽然只有耳朵 不过猫头鹰这个耳朵呢 有点奇怪 你会发现它左右耳朵并不是对称的 高度啊大小啊 包括朝向都不太一样 而且越是仰仗听觉的猫头鹰 左右差别就越大 这就很颠覆认知是吧 有强迫症的观众 可能就不是很满意了 所以为什么它们耳朵会变成这样呢 像咱们一样完美对称它不好吗 如果你想听声变位 其实咱这种对称耳朵 还真就没那么好 比如你可以闭上眼 自己来试一下 就是有个声音传到你耳朵里的时候 它是从左边来的 还是从右边来的 这个你很容易就能分出来 为什么呢 一个是声波到达你左右耳的时间不一样 专业名词叫双耳时间差 然后再一个左右两边的音量也稍微有点差别 叫双耳升级差 有了这两个差值 你的大脑就能判断声音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了 是这么个原理 不过你想要听声变位呢 光知道左右那明显不够是吧 你还得知道上下 上下这事可就不太好办了 因为你俩耳朵完全对称在同一个高度 产生不了差值 大脑就没什么线索 只能靠耳朵的形状带来不同的反射效果 隐约去感受一下 但就没那么靠谱了 所以这么一来呢 你就知道猫头鹰那俩耳朵为什么不对称了 就是为了制造垂直方向的双耳时间差和双耳升级差 上下左右四个方向来定位猎物 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精准 知道猎物在哪 所以你看猫头鹰找猎物的时候 它经常会朝一个方向晃脑袋 跟跳新墙舞似的 其实这就是在放大声音的差值 确认猎物的位置 然后在飞向猎物的时候 它那个大脸盘子会一直朝向猎物的方向 也是靠声音的差值来调整的 所以说它们耳朵不对称这个设计 那可以说是相当精妙了 那么说猫头鹰晚上逮老鼠呢 还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虽然它自己耳朵很灵敏 但是老鼠听觉也不差 至少在耳阔和听小鼓方面 老鼠还有优势 也是以听觉见长的动物 一有风吹草动 说跑就跑了 特别的机密 所以猫头鹰锁定老鼠发动攻击的时候 它尽量不能发出声音 得神不知鬼不觉的飞过去才行 这也是猫头鹰的一个独门绝技 那么说猫头鹰飞行到底有多安静呢 BBC做过一个实验 实验的选手分别是鸽子 油笋和苍销 它们仨来PK一下 研究人员在它们飞行的路线上 布置了很多麦克风 用来收集整个过程的声音 然后让三位分别从上面飞过去 结果怎么样呢 咱一起来看一下 所以各位也看到了 鸽子和油笋飞的时候 发出的噪音非常明显 每次扇翅膀都产生一段强烈的声波 从头到尾就没断过 然后苍销飞的时候呢 麦克风竟然就跟失灵了一样 从头到尾基本上没收录到声音 就很离谱 这样让研究人员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猫头鹰怎么做到 飞起来没有声音呢 哎 奥秘就在它们翅膀上 首先说猫头鹰的翅膀 边缘有很多小尺 就跟小梳子一样 扇翅膀的时候能破坏空气的窝流 减少空气扰动 这样就不容易产生噪音 然后再一个是它们的羽毛 它表面有很多小绒毛 是那种天鹅绒的质感 能起到一个吸音的作用 尤其2000赫兹以上的高频噪音 吸收的特别好 而且老鼠呢 还就对高频噪音敏感 正好给它消除了 就很完美 另外除了这些细节呢 猫头鹰翅膀还有个明显特征 就是特别宽大 然后再加上它们捕猎 还不用拼速度 只需要悄悄的飞过去就行 所以它们扇翅膀的频率 就不需要太高 稍微扇那么几下 然后连飞带滑的就过去了 感觉动作特别轻柔 跟幽灵似的 不像是在飞 像是在飘一样 也就是说老鼠被抓走之前 它可能完全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身上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一对爪子 这你上哪儿说理去是吧 所以猫头鹰逮老鼠的效率 还是非常高的 据说一对苍枪一年下来 大约能吃掉3000只老鼠 控制鼠害特别有效 所以有些农场主呢 会专门给苍销准备一些鸟窝 让它们住进来 这么消灭老鼠的成本 那也是相当划算 当然 摩托鹰有大的也有小的 它们的食物也不全都是老鼠 有些小型摩托鹰 比如刚才说的羞刘 它就主要捕猎一些小鸟 昆虫 青蛙和小蜥蜴之类的 老鼠对它们来说就有点大了 然后中大型的摩托鹰呢 基本上首选都是鼠类 特别大的比如雕销 也会捕猎兔子和一些鸟类 或者捕猎比它小的 其他摩托鹰都有可能 不过主要还是以老鼠为主 那么说摩托鹰吃东西呢 它不像鹰那样 一点一点撕着吃 它是直接往下吞 所以它们的嘴 其实比你想的要大很多 可以轻松吞掉整只老鼠 不需要撕碎它 而且就算苍销这种 体型不大的摩托鹰 逮住老鼠 那也是直接吞的 没什么压力 那么等猎物下了肚呢 猫托鹰有两个胃来处理它们 一个分泌消化液 先把猎物泡软 后面一个砂囊 把猎物磨碎 然后就可以吸收营养了 最后像是老鼠的骨头啊 牙齿啊 皮毛这些没营养的 猫托鹰会把它们给吐出来 专业名词叫食丸 这碗动物学家们最喜欢 用来研究猫托鹰吃了什么 非常方便 好了 说完了猫托鹰的习性 还有个问题 就是它们这么与众不同的生存之道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这事呢 就得从它们和鹰的渊源说起了 那么说猫托鹰和鹰之间啊 好像一直都不怎么对付 包括还有损科那些猛禽啊 猫托鹰经常会跟它们打起来 当然要论战斗力呢 猫托鹰呢 一点都不虚它们 损科那些体型比较小的 就不用说了 就算是体型很大的鹰 猫托鹰也能跟它们较量较量 打得有来有回的 你比如像雕骁这些大型猫托鹰 经常会主动攻击鹰 尤其是晚上 鹰到了晚上 两眼一抹黑 什么都看不见 那就随便猫托鹰折腾了 而且你想啊 猫托鹰飞起来还没动静 鹰真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么猫托鹰攻击老鹰呢 除了食物竞争之外啊 还有可能是为了抢鹰的巢穴 甚至也有可能会捕食它们 比如有个视频就拍到岩壁上有两只鹰 大晚上的 竟然比猫托鹰一只接一只的全都给抓走了 就很离谱 可以说只要到了晚上 那猫托鹰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而且来说 说猫托鹰和鹰这对演讲呢 可能已经打了几千万年了 说地球上最早的猫托鹰 大约出现在6100万年之前 恐龙刚灭绝不久 哺乳动物正在崛起那个阶段 那时候地球上还没出现鹰 那么从画石来看呢 说当时猫托鹰的爪子啊 跟现在的鹰非常像 说明它能捕猎比较大的猎物 再一个它眼窝上有明显的凸起 这个是骤行星猛禽的标志 说明它是白天捕猎的 也就是说最早的猫托鹰啊 很可能就是现在鹰的生态位 白天活动 然后捕猎鹿啊 兔子这些猎物 并不是晚上逮老鼠的角色 不过后来呢 到了四千多万年前的时候 鹰形目出现了 而且它们在跟猫头鹰竞争当中 逐渐占据了优势 把猫头鹰的生态位给抢了 所以两千多万年前的猫头鹰化石 它们就已经变成夜行星动物了 也就是说 现代猫头鹰这种白天躲起来 晚上偷偷捕猎的生存模式呢 很有可能就是败鹰所辞 那肯定要起冲突了 是吧 这都相当于是世仇了 那么除了鹰之外呢 也会有其他鸟类跟猫头鹰起冲突 比如最常见的是乌鸦 乌鸦白天经常会以多其少 群欧猫头鹰 把猫头鹰赶得到处跑 所以这事就很蹊跷是吧 因为从食物竞争来说的话 乌鸦主要是虫子啊 水果 坚果之类的 跟猫头鹰并没有冲突 好像不至于打成这样 不过你要想想鹰的经历呢 可能就明白了 你想就连老鹰都三晴半夜被抓走了 那乌鸦还能睡得着吗 所以说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夜行星梦前 猫头鹰的江湖地位 那还是很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